Hello 大家好 我是REMAX的溫哥华专业地产顾问Pensy 我今天来到Coculum 刚刚在我身后的Coculum Center吃完早餐 我就预备开车去拍拍我新的楼盘 下个星期就会上市 这个房间身后大家看到已经有很多箱子 其中一个就是T&T 大统华 可以买中国菜 旁边有个Walmart 即是如果你在这里买菜买日常用品非常方便 我这个盘子如果由这里开车去 其实只是8分钟的时间 直接上去Westwood Plateau 差不多去到山顶 所以那边的环境非常漂亮 如果在Coculum Center去Skytrain 亦都向南走那边 5-10分钟就会到 所以住在这个房间里面是非常方便 可以享受到周边的方便 亦都可以享受到山上的宁静 我们不要再等了 我们立即上去拍片 有跟开我的片的观众都知道 Coculum Center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摩 是一个应有尽有的摩 它大到是在两条大街中间 一条就是Johnson Street 另外一条就是Pine Tree Way 我们今天就走Pine Tree Way上山 去这个楼盘拍片 那你们见到上山 其实已经是离开了帆宵 是很宁静 风景亦都非常漂亮 全部都是被很多树林围住的 所以你住在这里一定很舒服的了 我现在就来到我即将上市的新盘 是位于Westwood Plateau的Coculum 地址是16900 ourbeautiest place 它里面的面积大约是有2000尺 还有一个unfinished space 加到700尺 所以如果你买了之后再装修 是可以有2700尺 我现在给大家看看它的外观 加上周边的环境 因为它北面到东面 都有很多树围住 这边很幽静 亦都差不多去到Westwood Plateau的山顶了 所以空气非常好 亦都我们这个位置 其实是一个回船柱 counter set那里 所以如果这个是for family的话 有小孩在这里玩就非常适合 因为其实不会有很多外边的车走上来 你们都看到 那些隔壁都放了很多蓝球架 或者Hockey那些net在这里 即是他们有时夏天都会出来玩 所以这个隔壁是很family oriented 亦都很适合你在这里raise a family 看完周边 我可以进去和大家做一个walkthrough 给大家看看里面的房间的情况 欢迎大家来到这间有四房三个洗手间的房间 大家这边进来就看到了 这边是一个living area 很宽敞的 这边它就有一个非常高的尸零 有差不多15尺的尸零 亦都看到它长身的颜色是很温和 很配合在Coculum的area 所以在这里住进来的感觉是很舒服的 这边厅呢 它现在摆了一个电视厅 因为它现在的seller不是很多人住 所以这个梳化已经够用了 如果你要多人一点 你可以多加一排梳化 其实旁边还有很多空间 是很够用的 而且它上面还有两个skylight 所以它捕捉到natural light的时候 是非常好的 去到这边 原本这个就是一个dining area 但因为它们不需要一个formal的dining area 它厨房有个eating area 所以它现在变成一个small office 你看到它放一张桌子做office 这边就坐在这里 因为有一个大窗 可能放在梳化里坐在那里看书 都会很舒服 整个感觉这里很宽敞 看完这个厅 其实呢 因为这个是house 所以它其实有三个厅 这边一个厅 其实就会是一个family room 其实它也有个fire plate 所以上面这个架 如果你有需要 你在这边看电视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一家人坐在那里聊聊天 这里也能看到它的backyard 有两个大窗 所以其实这个room是挺flexible的 如果你不用来做family room 有小孩可以改造这个做play room 因为其实它旁边就是厨房 所以如果妈妈在这边煮饭的时候 小孩在这边玩 它就会看到 另外厨房在这个位置有什么好呢 就是它是最入 房子在楼上 如果有什么声或者有什么味道 都不会那么容易传到上去 这里呢 除了厨房 旁边就是刚才我说的eating area 其实它的位置也算宽敞 它放到一张 现在它是四人 其实如果这边两个位 那边两个位可以六人座位 那就可以在这里吃饭 就省回刚才的dining area 去做它刚才的office 那我们这边呢 就是一个kitchen 煮完饭就可以在这边立即吃 它这个是original的 但是它那些贵呢 它保持得很好 这个屋主 可能你买的时候呢 你这个颜色搭配大自然 其实也是ok的 很ok 它保持得非常好 它是 还有个炉又upgrade了 所以你会看到它有五口的明火煮食炉 加上旁边的counter 这里洗碗呢 也都有个窗 给你看出去 那空间就会大一点了 那这个厨房呢 其实也有 你看到很多櫃放东西的 那所以呢 你如果要储存一些 杯杯碟碟碟 它都够了位 它这些全部都很欢阔的 那还有呢 这个island 这个island 后面呢 其实都是有三个鬼堂 那也可以用来做处留空间 没有浪费的位置 只是一个island 那这个island 虽然不是说非常大 但是呢 它就适中了 这个位置可以摆一下东西 做一下食物 所以令到这里呢 各个area 会阔落一点的 它如果大了呢 这个位置就会小了 这里呢 也都有个很大的sliding door 就是可以出去backyard那里的 地下的那一层呢 差不多看完了 那我们可以上去看看 那我们上去二楼之前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门口的area 因为刚才还没介绍 那一门口进来呢 其实这里有一个 叫做好像foyer位的 那就很阔落很长 那其实你这里呢 可以是放多个鞋柜啊 或者放一张椅子在这里 让你穿鞋 脱鞋都方便一点啦 因为其实除了后面是门口呢 这里呢 也有个garage moon 就是平时呢 你在家里拍完车呢 回家的时候拍完车进来呢 就有个double side by side garage 那就进来家 所以放鞋柜在那个位置就完美 然后这里对面呢 其实是有一个powder room 这一层 就去洗手间 不用上楼上的 它就是一个single sink 那门后面呢 就有个厕所 那这个seller呢 就保持得很好的 其实它本身的颜色呢 它的paint也有upgrade过的 那呢 我们上去这里 就是上去二楼 那你会看到一个 弧形的楼梯 很漂亮的 加上呢 它旁边呢 长开了一个很大的窗口 亦都很多natural light 进来 所以就算今天呢 不是太阳 整间屋都很光亮的 那我们可以上去二楼看看 那上到二楼这一层呢 全层都是地毯来的 就是大家会看到它 保持得很好 所以 只是一个如果 professional cleaning steam wash了它 那就可以继续用它了 那我现在站在这个h hallway 那就看回到 刚才的living area 的high ceiling 那也都呢 这里两个skylight 刚才说了 所以它很光亮的 这里 连在刚才上楼梯 旁边的窗 根本就算不开灯 这里都是够光的 那我们可以看了 这边三间房 和一个洗手间 那这一边呢 就是 第一个房 这个房呢 它有一个大窗 刚刚好cash了很多sun light 进来 那然后呢 现在这个seller呢 它就不需要那么多间房 来睡觉 所以它就变了一个 再 proper一点的office versus 刚才在下面的 就是working area 那它就放了一张书桌 有一些电脑 那如果你是需要用这间房呢 其实你这个位置 放一张床 放一张double 或者clean 这里都没问题 因为它是有个closet 这里的角落 也都有位 可以再给小孩子 放一个书桌 那也是很舊的 很宽敞的这间房 那我们再进来这个horway呢 其实呢 有一个sharing bathroom 那sharing bathroom 很好的 它是double sink double sink 因为它预计了有三间房 就可能多些小朋友住 或者多些人住 那就两个星 不用去争 那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baptop 和一个toilet 它在这里有一道门 即是可以关闭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预计了可能 你三间房 起码有三个人住的时候 万一有一个冲箱 或者去厕所的时候 另外要用星盘 那些因都可以用 那就可以关闭了 另外呢 除了那个baptop 和星盘 这个洗手间 其实门后面 也有个小小的storage 可以摆一下毛巾 那来到这个Hallway的 差不多盡头 有两间房 这边呢 你会见到它 已经摆了两张床 是single bed 那中间有个Hallway 那它这样 其实如果真的有小孩 要这样一起睡觉 那就非常好 它有两个大窗 即它的窗 是比较大的 它这个Hallway 其实是polygon 所以它的设计 可能比起其他 会更漂亮 它的窗这么大 整间屋都很多natural light 那前面还有位置 可以放多个衣柜 也可以 书桌也可以 对了 这间房 它现在摆了一张queen size bag 那我还有 这里有少少位 可以落床 可以 然后就摆了一张梳化在旁边 那即是呢 如果你是要摆一张queen size bag 这个房子 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间房子 的closet 反而是大一点的 所以你不需要再加衣柜 它这个有两道门 是的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去master bedroom master bedroom 很好 和这三间房子 是分开了 它就会在楼梯的另外一边 所以 如果小孩在这边睡觉 两公公公那边 大家会有多一点的私人空间 那 进来这间主人房 可以看到 尺寸是很阔的 它现在摆了一个king size bag 这里 三边下床 完全没有问题 再加多个床头柜 床头柜 旁边 它还放了一个镜 在那里 穿完衣服可以照下 再放多个dresser 都是很多很阔落的位置 然后呢 旁边这两个窗呢 继续是很大 望着那个back yard那边 然后呢 你望出去的景 是树景 和一个open的景 所以 这里很舒服 这里 然后它的walk-in closet 就会在这个位置 它那个bathroom 的吐槽 就会在这里 这间屋 因为它差不多有22年 它反而是很阔落的位置 那你就会看到 这里中间 是没有东西的 是很宽敞的 周围走 那么呢 它加上呢 它有个shower 和有个bath tub 那也是它的toilet 这里呢 它也是做了一个独立式 那就是 你又可以去厕所的时候呢 另外那一半呢 就可以用其他的洗澡 或者是升盘 那 sharing button 都是double升 那这里也是double升的 那它全部的柜 呢 都是match 整个屋 也是仍然 保持得非常好 那所以 main floor 和second floor 都介绍了 了 我们现在可以去 最底层 其实有三层的 它有个basement 那它就有刚才所说的700呎的unfinished floor 然后呢 加上一个全新的hot water tank 和一个furnace 都会在楼下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 那呢 到这个basement呢 其实它有两道门 那第一道门呢 这边就是laundry room 那它laundry room呢 就不是说特别很大 那但起码都放了一个side by side的laundry full size 那加上这边呢 其实你站了进来呢 这里有个位置可以给你挂衣 或者放多一组柜 甚至如果你买了之后呢 可以在上面加柜 可以挂一下衣 或者放一些东西 在上面也可以 那去到对面呢 对面就是那个unfinished space 刚才说过的 差不多有700尺 那unfinished space 大家可以看到的意思呢 其实是 所有东西的framing 都在这里 只是你自己要加灰板去 可以去选择房间 那这个位置呢 可能是一个red room 一个厅 其实这里都可以做一个房 这里 这里也有一个窗 那就可以做一个房 楼下这个 如果你再变回了一个用得的area 它这里也有一个洗手间位 你看到它有所有水流 啊 厕所那些啊 那你就可以自己加 变成一个一房一次一厅的楼下 那这里 如果你是要变成一个房 这里呢 就会close up 因为这里有一些mechanics 有个furnace 和有个hot water tank 那我介绍完楼下 我们现在上去先 那屋里面三层的情况 大家就看完了 现在呢 就可以拍了一个backyard 给大家看一下 size来说呢 其实是算非常好的 你也都不需要太大的地方的时候呢 你剪草都不用剪得那么辛苦啦 那它有一半是草地 一半是石屎的地 那所以呢 你可以叫朋友回来开party 后面BBQ啊 就算小孩在后面踢一下球 冬天如果落雪玩雪 这里就够了 还要提一提呢 这个fens是全新的 那所以呢 你都不需要再去担心 这个换fens的问题的了 那现在整间屋就看完了 那这间屋可以recap一下 这些资料给大家 那地差不多有3700尺 那间屋呢 2000尺 加一个78尺的unfinished floor 那它现在开价呢 是1399000 市场呢 也都不是很多这些的product 那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尽快约来看 那今天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盘 记住呢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按下个like 然后按下个小铃铛 我将来的影片 你就可以看到了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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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